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世上的事就是怕什么它就来什么 刘富城发现开出的这头一批蛋有些不对劲 这是一种七星蛋 你看这中间有个大颗铃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接着刘富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蛋 像这种蛋是一个沙蹄蛋 你看它没有色泽 没有光泽 这样的蛋根本就做不了种蛋 它们很难复出小鸵鸟 这个起实还不明显 就是在孵化过程中啊 这个鸵鸟会呼吸还不好 鸵鸟胚胎的呼吸 靠的就是这些气孔 通过气孔进行气体交换 这些气孔越明显 分布越均匀 说明这蛋的质量就越好 太硬了 这样的蛋也孵不出小鸵鸟了 刘富城养种鸵鸟 要的就是种蛋 一枚种蛋能卖三百元钱 如果是孵出小鸵鸟 那就更值钱了 刘富城的养殖场 有一千五百多只种鸟 原本是想让它们产蛋 来搞孵化的 可是这种鸵鸟产下了这样的蛋 做不了种蛋 这无形中就增加了养殖成本呢 要说把种鸵鸟养成了 真是不容易 不仅要把它们养大 还得能够产蛋 这养殖周期很长 这个种鸟养到啊 牧鸟两年多才开始产蛋 公鸟三四年才开始 能配种兽精 你一年一千五两千块钱 饲料费 你得下来得得好几千块钱 种鸵鸟养殖成本比较高 蛋产的并不多 鸵鸟从春季到秋季 三季产蛋 平均下来也就是五六十枚蛋 多的呢能有八十枚 如果这不合格的蛋多了 别说挣钱了 闹不好 只弄个赔本赚吆喝 刘福晨想 出现这样的蛋 不应该是鸵鸟品种的问题 我们这个猪鸟啊 都是经过严格的 酸雨 品种没问题 这养殖环境 也是没得说呀 这里是鸵鸟喜欢的沙地 刘福晨就想 那么一定是在养殖环节上 出了问题 他很快就发现 问题是出在饲料上 出一天 离世后 土石 鸵鸟这个早发青 造产带 剁产带 这方面是以这个 蛋白质为主 然而今年天气比较特殊 一二月份温度偏高 鸵鸟产蛋提前了 但是饲料没有及时调整 一直用的是冬季的饲料 冬季鸵鸟是不产蛋的 饲料里边蛋白质含量比较低 用这种饲料给正产蛋的鸵鸟吃 营养就跟不上了 鸵鸟在饲料 营养缺乏的情况下 就会出清新 气形蛋 鸵鸟蛋的质量和饲料 营养水平密切相关 刘福尘进一步发现 饲料里边不仅蛋白质含量不足 这钙磷也比较缺乏 你看这个鸵鸟这么大的一个蛋 三四斤的蛋 它主要是这个钙磷 需求量要很大 刘福尘及时调整了饲料配方 在饲料里不仅增加了蛋白质和钙磷 还添加了一种生物质酸酶 有了这种生物酶 鸵鸟会更有效地吸收钙磷等营养物质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整 鸵鸟产的蛋逐渐恢复了正常 好蛋率明显提高了 这才是健康的鸵鸟蛋 你看这个蛋吧 一个是特别光滑 你看这真的是油脂特别好 另一个就是它这个气空 这种气空 肺部啊也很均匀 这个你看这个钙的橙子也很均匀 好鸟产好蛋 好蛋才有可能孵出好鸟 然而过去鸵鸟的孵化率一直不高 成为鸵鸟产业发展的瓶颈 刚开始啊这孵化率才30%多 鸵鸟孵化难 难就难在这鸵鸟蛋比较特殊 首先是个头大 论个头 鸵鸟蛋绝对是钱蛋里面的巨无霸 我们来称一下这枚鸵鸟蛋到底有多重 1.6公斤 这么一堆鸡蛋才抵得上一个鸵鸟蛋的重量 鸵鸟蛋不仅个头大 还很结实 一个成年人站上去没问题 你看站到两个上没问题 在那个金鸡肚里它也没问题 看 很结实 对很结实 能整上的话 一个蛋承重在120公斤 肯定是没问题的 一枚鸵鸟蛋能够承重120公斤 那蛋壳得多厚啊 这个鸵鸟蛋到底有多厚 今天咱们就来实验一下 哎 还真要砸蛋呀 鸵鸟蛋有多厚 今天咱们试一下 鸵鸟蛋蛋壳的厚度最少有两毫米 估计这是最厚的蛋壳了 鸵鸟蛋个头大 蛋壳又厚 这对于鸵鸟孵化来说 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孵化的时间特别长 不同种类的家禽 孵化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和蛋的大小厚薄 还有些关系 鸵鸟蛋个头小 孵化时间只有17天 鸵的孵化时间是21天 鸭的孵化时间是28天左右 看得出啊 这蛋越大 蛋壳越厚 孵化时间就会越长 鸵鸟蛋最大 蛋壳最厚 鸵鸟呢 也是所有家禽里边 孵化时间最长的 得需要41天左右 孵化时间长 风险就大 在40多天的孵化过程中 任何意外都有可能 前功尽弃 为了提高鸵鸟孵化率 刘富臣想了不少办法 这是咱们这个 一个孵化石啊 叫 莫防非洲鸵鸟 自然孵化 自己验发了一个 这个孵化石 正是这看似简陋的孵化石 却让鸵鸟的孵化率 由过去的30% 一下子提高到80%多 过去鸵鸟苗很稀缺 几千元一只 有了新的孵化技术 大大降低了孵化成本 现在咱们这鸵鸟 一个才卖 六七百块钱 一个鸟苗比过去 要便宜的很多 这种仿自然孵化技术 成本不高 却巧妙地解决了 鸵鸟孵化的技术难题 人工孵化 无非就是温度 湿度 通风等等 这些条件的控制和调整 先说温度 鸵鸟在孵化期间 孵化石温度 要保持在36摄氏度左右 在野外 鸵鸟的孵化 是靠鸵鸟的体温 来保持氮的温度 早春时节 天气还比较冷 孵化石里 还达不到孵化的温度 刘浮沉 又是怎么控温的呢 原来孵化石的外面 有热源 孵化石里边 利用火炕火墙来加温 就是根据火炕的道理 以中火炕会抵暖 来这我这都是火炕来 除了火炕底面之外 这个这个炕都是 通着热的 有的孵化石里边 还安装了暖气 鸵鸟蛋就像是 在一个保温箱里 根据需要 室内温度可以随时调整 如果说足够的温度 是孵化的必要条件 那么湿度对于 鸵鸟孵化来说 就更加至关重要了 因为鸵鸟孵化 对于湿度的要求 与一般的家禽 有很大的不同 你看以白利青代 个儿TCL 所以说特别后期的时候 处复的时候 对湿度要求还挺大 鸵鸟却恰恰相反 在孵化后期 不需要太湿 干燥一些会更好 它的体重大 今天在工作 紫水蒸发出来的水费 就很多 如果要是你这个 湿度再一大点 它好多也都给形成这个 这个头气不凉 性体代价不凉 这造成这个死亡率也都提高了 孵化率降低 自然条件下 鸵鸟生长的沙漠环境比较干燥 湿气散发比较快 刘福晨就模拟鸵鸵鸟野外孵化环境 孵化床上下 留出足够的空间 这样有利于空气流通 为了减少孵化室的湿度 这里还安装了通风设备 你看我们这个 捏了好多这个别善 看着这个个别的空气不好 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 都加强通风 这种仿自然孵化 正是模拟了 鸵鸟自然孵化需要的环境 满足了鸵鸟孵化的需要 一般的话 咱们在这边 敷36天左右 然后再到处处室 就开始等待处处 在处处室再待个三四天 孵化到了四十天 小鸵鸟马上就要出壳了 这么厚的蛋壳 小鸵鸟是怎么打开的呢 快这个孵化的后期 快出壳的时候 口腔会飞泌一种生物闷 这种闷呀 就把这个蛋壳给催化了 这这蛋壳就特别催了 蛋壳被破开以后 小鸵鸟的头首先钻出来 它们呼吸着外面的空气 积蓄力量 此时一体力达到一定程度 它两个脚丫子 就把这个鸵鸟蛋给崩开 泡坑出 刚出壳的小鸵鸟 湿乎乎的似乎不大好看 不过用不了一会儿 等小鸵鸟身上的羽毛一干 就会像模像样了 刘福晨的仿自然孵化新技术 用低成本换来了高孵化率 目前已经达到了80%以上 孵化新技术不仅提高了孵化率 出来的小鸵鸟鸟也很健康 但是它们马上就要面临新的考验 出壳以后的第一个月 对于小鸵鸟来说 又是一个坎 而且这个坎可不大好过 也就是说 过去有一半的小鸵鸟 是在出壳一个月以内死掉的 可想而知 原来这鸵鸵有多难 刘福晨在鸵鸵鸵鸵鸵技术上 也有了新的突破 刘福晨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他把火炕用到了鸵鸵上 才有了这样神奇的效果 火炕成了提高鸵鸵成活率的法宝 它首先可以保证鸵鸵式的温度 让小鸵鸟动不着 这种火炕不是一般的火炕 刘福晨针对小鸵鸟的情况 做了改进 这是一种往东北的热炕 回非洲沙漠结合起来的 我们是在热炕的那儿 铺了这个沙 炕是热的 为什么上面还要铺沙子呢 说起这沙子用途真不少 一来呢 小鸵鸟不和火炕直接接触 避免了烫伤 二来沙子保温的效果特别好 与火炕是相得一张 这个水饺之间 烧烧 包到前面 你看看东北这热炕就是 也睡也难火 沙子对于鸵鸟来说很重要 但是奇怪的是 刘福晨不让刚出壳的小鸵鸟 直接接触沙子 沙子上面还特意盖上了一层布 刚出壳到这个二十多天的时候 还得要特别放着它大量地吃沙子 鸵鸟原本是生活在沙漠里的 天生就喜欢沙子 鸵鸟吃沙子那是常事啊 沙子还有助于消化呢 刘福晨起先也没在意 结果就吃了亏 小鸵鸟刚开始它不懂啊 刚出来不习惯 它有时候吃的又特别多 这家伙造成呗毒了 自从沙子上盖上了这层布 小鸵鸟未堵的现象就没有了 小鸵鸟未堵的现象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一年将近孵化两万只 现在全国各地都来个人买来 主要还是咱们这个 都还是咱们这个花北地区吧 一年孵化两万只鸵鸟 也就是说 全国将近有一半的商品鸵鸟 来自于刘福晨的鸵鸟养殖基地 好种 好蛋 好鸟 养殖孵化育除 这每一部刘福晨都有过人之处 技术创新让它获得了很好的效益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它又有了新的想法 就是要从蛋入手 打造鸵鸟的全产业链 在刘福晨开办的生态餐厅 不能做种的鸵鸟蛋 派上了新用场 鸵鸟蛋在这里有了多种吃法 这是他们用鸵鸟蛋开发出的新菜 这是一个鸵鸟蛋 咱们一蛋三吃 这个叫做芙蓉蛋羹 这个叫香菇煎蛋饼 这个就是剁椒小米鸵鸟蛋 在此基础上 饭店根据鸵鸟食材的特点 陆续开发出各具特色的鸵鸟菜品 整个鸵鸟身上 下来咱们开发了得有三百多道 这样的菜品 鸵鸟特色饭店成为一个窗口 鸵鸟蛋鸵鸟肉等等 成了餐桌上的美食 好多都是奔这个鸵鸟宴来过来的 因为咱们饭店主推的就是鸵鸟宴 刘福晨通过开特色饭店 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了鸵鸟的价值 最近他又开发出鸵鸟熟食食品 直接进入了超市 鸵鸟的综合开发增加了附加值 在刘福晨这里 没有浪费的东西 就连鸵鸟蛋的蛋壳 摇身一变 也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会收这个蛋壳 做了工艺品之后 就有能买三百多 鸵鸟蛋的蛋壳厚 所以特别适合雕刻 经过精雕细刻 就成了精美的艺术品 鸵鸟可以说是浑身是宝啊 蛋肉得到了开发 鸵鸟皮等深加工产品 也越来越丰富 鸵鸟产业链的延伸 为鸵鸟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保障 从养鸵鸟 繁育鸟鸟 到后来的产业开发 刘福晨对于鸵鸟有了全新的认识 鸵鸟养殖节粮 绿色环保 它们虽然是草木叶发展的新成员 但是开发潜力巨大 如今呢 鸵鸟养殖已经列入 国家畜牧发展规划 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 其他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马来西亚的榴莲最美味 它们究竟长在哪 一路颠簸又是为哪般 自然成熟的榴莲 纷纷从山上滚落 如何防止它们跑得无影无踪 吃榴莲 挑榴莲 又有哪些小窍门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